為提供應社會當期照顧三億人的訴求 台南市政府樂工局在8月 各大工會以及台專議校典單位合作 辦理照顧服務員這項訓練專頒 學官上了確定的就要六億元十八分之八十 在到樂黨部樂黨力發電所為由定勤定 因應各領社會來講 當期照顧服務員的訴求也很高 因此,台南市政府樂工局是辦理一百十年 照顧服務員的一份班 並立即樂黨部樂黨力發電所為困定 並拿到由定的好信息 一百一十一年共承辦了三十三個班 裡面有二十九個班是失業者 四個班是在職者 共培縣的一千多位的照顧服務員的部分 那當然這邊我要代表韋哲市長感恩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承訓單位 因為有他們的幫忙 尤其這兩年一到一前 值得大家工作量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大家都幫助我們休庭 這會一一的克服困難 那當然另外一個部分也感恩所有參加這個信念班的所有協議 大概高齡社會我們現在急需相關的照顧服務人力 那我們的大專校院工會 然後跟醫療護理機構來培育這樣相關人才 那我們從106年開始呢 也已經開辦了超過188次 然後這樣培育五千七百多名的照顧服務員 那我們透過這樣一個訓練課程讓他們知道相關照顧的知識 那也包含像是餵食啊 清潔啊 排杯翻身等等的一些照顧技巧 那再透過10座實習課程讓他們養成專業的職能 那後續再協助這一些我們結訓的學員進入到照顧服務產業 有一位結婚的學員來向大家分享學習的規定 因為透過六甲教辦理的這份課程 每當中來學習很高博的記念 現在也已經有一份問題的工作 不然現在在台專議校進修當中 就要開創新的未來 在通過訓練單位的真視跟錄取參訓後 才開始我對照顧服務員的正確認知 然後從訓練開始的知識學習 然後跟技巧演練到後面的機構實習 才循序漸進的方式 讓我從不知不覺中獲得照顧服務員的基礎能力 然後課程到機構實習階段 是讓我對照顧服務員這份工作 比較最有真實的認知 當初六甘教在修辦理照顧服務員的專班 每年辦理超過30班的婚姻 是協助很多社員 當時得起這張 主要論也高達百分之八十 歡迎有親處的民眾 能夠讓我感到來順問 記者中會期間戶彩虹報的 報告